国平历史最丑陋事件 梁敬坤遭职业生涯最大发单 中国冰界一纸公告 让现如今的国平舞剧头之一梁敬坤冲上了热搜 取消梁敬坤后续所有比赛资格 并且竞赛两个月 在WTT澳门冠军杯比赛中 梁敬坤碰上了林高远 一场精神内战 却因梁敬坤赛后一动作彻底变味 前四局打成2比2拼 接连追平比分的林高远给了梁敬坤不少压力 到了决胜局 梁敬坤壮大神勇 直接轰出11比2带走林高远 胜利后的梁敬坤飘了 忽然将球拍放进裤裆 撅起嘴挑衅林高远 球品及人品 其实这并不是梁敬坤的首次 在一次战胜樊敬坤的比赛后 他直接脚踩球台庆祝胜利 上次逃过了处罚的梁敬坤 没有吸取消息 而这一次虽然赛后梁敬坤迅速道歉 但是这种不尊重人的行为 还是引起了公愤 刘国梁很快也给予回应 一张罚单 直接让梁敬坤被踢出了 WTT新乡战的比赛 而樊敬坤也是极其的幸运 因为梁敬坤的竞赛导致被轮空 现如今世界排名前四的梁敬坤 本有机会更进一步 甚至现在正处于巴黎奥运会选拔周期 很有可能因为这次竞赛 梁敬坤被淘汰出第一梯队 其实重罚梁敬坤的原因 还是因为他的私生活被曝光 隐婚并且二台期间出轨女队员 继续首次梁敬坤引这击 仅仅赛场上的不雅庆祝欣慰 就引发如此严厉的竞赛吗 张继科还曾踢党板庆祝 马龙胜利后也曾跳上球台 正当网友纷纷为梁敬坤打抱不平 表示太严实 处罚背后真相被曝光 早在比赛开打前 梁敬坤的爱人知名演员西美丽 就在社交媒体开死 西美丽表示 两人早在2019年生下孩子 2020年梁敬坤公开隐瞒结婚真相 到了第二个孩子出生期间 梁敬坤公然出给国平领队的刘伟山 此事一出迅速冲上热搜 但是梁敬坤并没有现身回应 让吃瓜群众议论纷纷 因为比赛期间 刘国梁没法处理 会影响比赛状态 但是梁敬坤不但不反思 反而又因为不雅动作 撞上了刘国梁的墙口 从王楚清争派事件 北晋赛两个月开始 刘国梁就开始整顿难拼 周宇赛后四会球拍 也没能逃过晋赛 当然处罚最严重的 还是杀神沉寂了 刘国梁直接罚他去乡下改造 而且电视台全程跟拍 于是魏珠这一幕 成了国平永远的经典 随着梁敬坤被禁赛 接下来的乒乓球亚洲杯 换下了林高远和王楚清 这对于林高远来说是个机会 如果能够在大赛中克服心态问题 那么巴黎奥运会 绝对有他一席之地 龙队公开调解 三后一席化征服所有球迷 正当梁敬坤和林高远 闹得沸沸扬扬之际 赛后的马龙也接受了采访 中国乒乓球队这个大家庭 我觉得是一个家庭 所以需要团结 这般话放到梁敬坤身上 再合适不过了 所有队友团结一起 才是最好的国平 战胜自己队友后 却用了这么浮夸 不尊重人的方式庆祝 本身就是一件错事 球品及人品 反观我们的龙队 上演了一幕 什么叫打了一辈子干净球 在成都市平赛团体赛 对阵美国男团中 马龙队上的莱文斯基 本以为是一场碾压局 但是莱文斯基 却给马龙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开局就压着龙队打 首局就以11比7拿下 可是连托老以上能犯否 34岁的老将 依旧是那个世界第一 加强前三半压制 正手狂攻对角 在第二局的最后 裁判判了马龙得分 龙队却主动给裁判示意 对手擦边 这一幕也是彻底折服莱文斯基 而之后的龙队 也是连班三局拿下胜利 赛后的莱文斯基 也是追着龙队要求合照 这或许才是 值得尊重的样子吧 未来等到马龙 凡震动动退去 新生代选手中 除了球技能力压群球 他要从人格方面 让对手知道 什么是大火空败